第十二項實驗 大家好 我們這次要做的是第十二項實驗 濾丸的製備與性質 本次實驗的目的是以鹽酸合拳類進行取代反應來合拳濾丸 並比較陣濾丁丸以及三級濾丁丸的性質 接著 我們來介紹這次會使用到的藥瓶有哪些 第一個 就是我們這次的主角之一 三級丁群 而另一位主角就是我們的濃鹽酸 接著 會用到藥瓶還有 無血流三美 正綠丁丸 5% 碳酸清納水溶液 2% 修身銀 與性溶液 點化納 餅酮溶液 所以 點化納 餅酮液配好後 必須存放於深色瓶當中 而我們是在實驗最後 進行比較的步驟時才配置此溶液 最後 還有飽和食鹽水 接著 是有關於一些藥瓶的配置 接著 是有關於一些藥瓶的配置 5% 碳酸清納水溶液 首先 我們先撐取約1.5克的碳酸清納 隨後 根據計算 加水至30克 2% 碳酸清納水溶液 2% 碳酸清納水溶液 首先 由於碳酸清納水溶液較大 不易乘取 所以我們先乘量1顆的重量有多少 再反推計算 需要加入多少的液存 點化納 餅酮溶液 根據使用手冊所提供的資訊 將15克的點化納溶於100毫升的餅酸當中 由前面所處 在最好的點化納餅酸溶液 必須除放於深色的瓶石當中 如果顏色變成了紅棕色 就因氣質 接著 是三級綠丁碗類製備 根據實驗步驟 首先 在追形瓶內 秤取8克的三級丁裙 隨後 將藥品與30毫升的濃洋酸混合 並放入攪拌子 在室溫或者攝氏30度的情況下 攪拌30分鐘以上 接著 把剛攪拌完的溶液倒入分葉漏斗中 將其靜置 之後 其液體將分成兩層 接著 將其分離 檢驗哪一個是有幾層 哪一個是水層 再來 將有機層 以10毫升的水 洗滴一次 再將水層 漏出 再將兩層分離 有機層 再以10毫升5%的碳酸氫鈉水溶液 洗一次 再將水層露出 並將有機層 移到50毫升的追星瓶中 有機層 再以10毫升水 洗成中性 最後 記得把水層漏掉 並將有機層 移到50毫升的追星瓶中 接著 以5水流3枚幹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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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一下 如何看出幹燥完了呢 捕捉一下 如何看出幹燥完了呢 就是當加入的硫三美,像是以沙子般的在液體流動 那就代表乾燥完成啦! 接著,以重力過濾的方式,將粗制的三級濾丁丸 直接濾至蒸餾瓶中,並且加入廢食 接著,以簡單蒸餾的方式存化,慢慢加熱,收集廢點設施48度到52度的部分 接著,講解蒸餾裝置降色的部分 如你所見,蒸餾裝置是由許多組件所組成的 接著,將一一介紹有哪些東西 首先,有你所要蒸餾的處置產品放置於燒瓶中 燒瓶放置於加熱包中 接著,有連接燒瓶與冷凝館的蒸餾接頭 其立一燈開口,要接著溫度擠 接著,有冷凝所蒸發的氣體的冷凝館 將更全的三級濾丁丸冷凝下來 冷凝館的配置 下端為進水端,上端為出水端 連接進出端的橡皮管有長短之分 短管接進水端,長管接出水端 提醒一下,長管必須繞過一支針端 以免管線折到 在冷凝館的出口部分,有蒸餾的適配器 將冷凝厚的液體導引至錐形瓶中 接著,你可能還會用到的有 升降平台,以及2-3個機甲 接著,我們要比較他們的性質 首先,準備四支釋館 兩支滴入1-2滴的正綠丁丸 另外兩支,則滴入1-2滴的3級綠丁丸 取一支正綠丁丸釋館 與一支3級綠丁丸釋館 分別在其中加入2毫升的 2%硝酸魚已全熔液 將其混合均勻後 觀察館中是否產生沉澱 沒有沉澱的話 在約攝氏50度的水浴鍋上加熱 觀察館中是否產生沉澱 並記錄之 接著,取一支正綠丁丸釋館 與一支3級綠丁丸釋館 分別在其中加入1毫升的 點花納冰銅液 觀察館中是否產生沉澱 如果沒有沉澱的話 在約攝氏50度的水浴鍋上加熱 觀察館中是否產生沉澱 並記錄之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實驗啦 喜歡的話還請按讚、分享、加訂閱開啟小鈴鐺 感謝你的觀看,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你 謝謝你 請按讚,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